还未做事便先闹事 他们敲诈勒索过百万 一天到三个工地 为成年的儿子也入伙 疯狂团伙 最终结局如何 这是吉安市新干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的现场 站在被告人席位上的13人 他们本应是工地的劳动者 此刻却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该组织在建筑行业领域 为非作恶欺压群众 侵犯了建筑企业的财产权利 老烂了建筑行业的生产秩序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形成了以廖宋林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公诉机关指控 这13名被告人 在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里 有组织地实施 敲诈勒索犯罪 54起 非法索取钱财 共计100余万元 他这些人 以这个廖某某为首 为首要份子 然后纠结 亲戚 朋友 比如说父子关系 那个兄弟关系 他们经常性地 在3个月之内多次 并且固定地去敲诈勒索 据了解 这些人中 大多数原本就是 普通的务工者 他们也曾经勤勤恳恳 不辞辛苦 那么为何会走上 犯罪之路呢 这一起案件 又有着哪些 不为人知的内情 这一幕发生在 2022年12月3号 虽然财务人员 态度诚恳 他提出 要查看对方 身份证的要求 也并不过分 但是 对面的这些务工者 却表现得很生气 言辞激动 我是要求每个人 提供身份证的 然后还有银行卡 还有每个人 需要签订劳务合同的 然后在办这些手续的时候 他们有十多个人吧 然后就是说 以各种理由 拒绝不提供银行卡 他说我是私信人 我没有银行卡 你必须微信 给我们结账 据了解 未敢工期 许彪所在的工地 在网络上发布了 招工信息 而这些人 正是印证的工人 不过 由于工程量大 工人数量多 员工工资 都是按照工资表发放 从没有现金 或微信 转账支付工资的先例 我说我说我这边给不了现金 给不了现金 然后他们就各种找麻烦 摔东西 然后就开始对我骂骂咧咧 然后手上在吃瓜子嘛 然后瓜子就开始往我头上 往我身上直接丢了 许彪告诉这些人 如果对工地支付工资的方式 不能接受 他们当时可以不入职 他们说我们走也可以 但是你必须赔偿 我们的务工费 还有交通费 他说他们是从外省过来的 好像是将近一个人 五六百的交通费吧 然后还要给三天的 三天的务工费 差不多一个人 差不多要两千块钱 当时是算的是在三万多 在徐彪看来 这就非常离谱 这伙人还没开始做事 就提出三万多的赔偿 他明确表示了拒绝 谁知这些人就开始闹事 他直接就把人推了嘛 就推着股 根本就站不稳 他们人太多了 他就直接在院子里面 那个乱窜嘛 然后就大喊大叫嘛 说我们欺负他怎么怎么样 就搞得我们现场就是施工 就施工不了 然后搞得业主领导啊 他们那个办公都办公不了 就到了闹了三四个小时 在这个过程中 徐彪等人拨打了当地的报警电话 但是这些人仍不依不饶 打着老五纠纷的旗号 索要赔偿 当时跟大洋州派出所 也说明了情况 但是我们现场办公室 不能让他们闹事嘛 然后我们就先对他进行了一个 那个务工费 还有车费的赔偿 不过这些人的行径 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民警发现在广东 湖南 国省的南昌 赣州 宜春等地 均有工地 有着类似的报警记录 2022年12月2号 也就是这些人 在新干工地闹事的前一天 他们在临近的 穗川县草林镇 也与工地负责人 发生了类似的冲突 原来工地负责人黄先生提出 要先是做工 再签订用工合同 而这些人便不同意 并以这个理由挑起了事端 继而发生争吵 工具的钱你出 工具买过来以后 活动不给我们签 不给我们做 这个损失你没来减 我也不说他们怎么样 我说了把工具带着来 随时帮你们干活 刚带死在那里 那么多人 就是那个人扯了我脖子 我说我不要 我用工的话 我要谁 我跟不要谁 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吧 他竟然扯了我脖子 我还要他 我发神经的 因为感觉这些务工者 态度蛮横 也不接受工地的条件 黄先生拒绝录用 结果这些人就聚重轰闹 辱骂 最后黄先生支付了 10780元 所谓的交通费 务工费 才稀释宁人 而在较早前的 2022年12月1号 这些人还出现在 吉安市区的另一个工地 在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中 以合同内容 与之前协商的不一致为由 与施工坊产生纠纷 之后 这些人采取围困 辱骂 扰乱寿楼不正常秩序等方式 迫使工地负责人 支付了39200元 经公安调查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以廖某林为首的这些务工者 辗转于多个工地之间 起初假意到工地做工 然后找借口离开 以各种手段 向工地方索取钱财 最少的一笔6706元 最多的一笔47500元 2022年12月底 公安机关在广东江 13名嫌疑人抓获 2023年11月21号 吉安市新干线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那么这些人 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呢 他们又会受到 怎样的惩处呢 本院认为 被告人廖某林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纠集多人 利用信息网络平台 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恐吓 威胁等手段 多次强行索要他人钱财 共计人民币 1014339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74条 第25条第一款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敲诈勒索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廖某林 汤某福等被告人 原本是普通的工地工人 通过劳动 他们也曾经过上了 稳定的生活 让家人温饱不愁 那么 这些人为何会想到 用这种方式敛财呢 经查 2022年6月 被告人廖某林 汤某福 汤某生等人 在务工过程中 获知到了一条 见不得光的生财之道 那就是倒工地 就是假意到工地做工 然后再找借口生事端 再向工地老板 索取钱财非法获利 见有人能够得逞 廖某林等人 也准备不劳而获 便开始效仿 然后他参加过几次以后 就把自己家里面 亲戚朋友 比如说他儿子 还有其他的表兄表弟 包括亲兄弟这些 都就在一起过来了 廖某林的儿子廖健 加入这个犯罪团伙时 刚刚初中毕业 尚未成年 因为他儿子的性格 比较内向 又没有工作 然后就把他待在旁边 带着他一起去 沾点钱这样的意思 从2022年9月 至12月的4个月里 这些被告人 在广东 湖南 江西赣州 吉安 南昌等建筑工地 以住宿条件太差 为购买工商保险 为做安全教育 拒不提供身份证等为由 挑起事端 再向施工方 索要所谓的务工费 交通费 住宿费等费用 你当时如果不给大家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施工单位嘛 因为我这边还有 我们上面还有业主 对吧 业业主甲方 我们他就直接 跑到领导办公室 直接把领导拉出来 你领导要给我住住 你今天必须要给我处理 这个事情嘛 这影响是很不好的嘛 对于施工单位来说 工人闹事 一是影响工期 二是让业主方产生负面印象 所以为了稀释宁人 虽不情愿 但他们大多会支付这笔敲诈费 由于案件数量多 低于夸多大 对于法官来说 此案的审理难度不小 案子的难点 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 就是是否能够认定于恶势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单独看 明起事实 可能涉及到 那个劳务纠纷 或者是经济纠纷 是不是能够罪的问题 在处理个案时 公安机关 通常把这些人 和施工方的矛盾 当作民事纠纷 调节处理 但经新干公安调查 这伙人在四个月内 作案54起 最疯狂的时候 一天到三个工地闹事 很显然 被告人的所作所为 就是以物工为幌子 行的是 勒索钱财的目的 如果从各案来讲 从各个事件来讲 是比较隐蔽 但是从全案来说 从他们作案的次数来说 那是肯定够罪犯罪的 我们认为 它是以敲诈为目的 而不是以气 做事为目的 去勒索前台 在庭审现场 多位辩护人提出 这个犯罪团伙 并不属于 恶势力犯罪集团 他们没有一个 固定的领导机构 没有分工 只是随意松散的聚合 同时 每次获得赃款 都平均分配 一分钱不留给 所谓的组织 不具有组织的组织特征 和经济特征 对此 公诉机关列举了 诸多事实 证实这个犯罪团伙 符合恶势力 犯罪集团的特征 即 有三名以上的组织成员 有明显的首要分子 中央成员较为固定 组织成员 经常纠集在一起 共同实施 三次以上恶势力 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 或者其他犯罪活动 以这个廖某某为首 为首要分子 然后有几个赌干成员 然后有一班成员 所以我们认为 它符合一般的组织特征 对于它的经济特征 它的赌要目的不是做事 而是以 敲诈勒索为目的 就是以非法 再有他人的前台为目的 所以这个经济特征 我们也认为是构定的 并且被告人的行为 扰乱了建筑行业的 生产秩序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 具有社会危害特征 在这个组织中 廖某林被认定为 首要分子 汤某福 汤某生 为主犯 廖某他主要在里面 就是工地 基本上都是由他联系 然后人员的分闭 做什么事 然后去哪里 做什么 包括那个 每个人的分钱 都是由他决定的 并且在平堂的时候 这些成员都要向他进贡 比如说请他吃饭 送烟给他抽 2023年11月29号 新干县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判决 被告人廖某林 汤某福 汤某财等13人 犯敲诈勒索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2年至3年6个月不等 并除7万至1万5千元的罚金 一审判决后 汤某福 汤某生 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其余被告人 表示认罪认罚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弘扬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劳动碰瓷的取财路行不通 法律的擦边球打不得 否则可能受到刑事处罚